生老病死之老 这个字在我看来是最可怕的 曾经一直这样想 因为很小的时候从来对死不了解 但是也会害怕 因为就担心这个没有完成 但是老跟死呢它是联系的 老跟生也是联系的 老跟病也是联系的 因为病他年纪大 他就容易老 老也容易病 老了就 慢慢就死了 死是由老转变的 那既然生 他就会慢慢变老 小的时候 不会想这些问题 很小的时候 因为每年过年都很开心 小的时候很纯真 给一块糖 一个玩具 就能玩一天 就能高兴一天 当然 为什么对于我呢 就对这样的人来说 因为我想的比较多 我虽然 深险但是心不险 那这一生的 各种的琳琅满目 人世间的 很多 好玩有趣的事情 值得去体验的 他自以为 值得去体验的 人间有人间的乐 我就喜欢玩 我估计到老了 我也是个老玩童 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他不服老 不认老 老当义壮 那怎么样 尤其 对 这个 有情怀的人 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但是当你老了 你这种心力 会有心无力 我经验越来越丰富 但是老不予筋骨灰呢 真的感不动 真的想也想累了 那到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所以 这个老啊 它是无形当中的 慢慢在变化 你说病 它是到了一个点 那生跟死呢 它是两个基端 开头跟结尾 这个过程都是在慢慢变化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生老病子 我们都是一样的 同样注意 你只要 这一生 我对得起身边的人 你不要讲自己 你什么叫对得起自己 你所有人都对得起了 当然问起无愧 只是说 不要太过于苦修苦心了自己 因为我还有内心很多东西放不下 所以我 该经历 体验的 稍微 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影响别人 那不然我不甘心 我下一次还要再来 还要执着于这个 人世间 的这些欲望 我也没办了 就过得去就行 只能果腹 也能比体 这些物质的东西 也就那样 什么都吃过了 至少一看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也就这个样 没什么太好 我们平常吃的就是这些 平常穿的这些 你实在穿不行 你看别人穿一样 或者你体验穿一下就脱掉了 当你老了 时光慢慢变老 时间都去哪呢 好好想一想